这是最上品的茶 您看 杯中茶水清清 带着寒香 王存也微笑 细细端下 瞎了一口 品道 香而不裂 不错 这哪来的 县令不久前送的 还有一些礼担 过了明天 给你看看 谢香说着 定了定 师兄 你有心事 说给我听听 王存也一正 见着他的毛子 当下一笑 不避讳这些 促膝而作 细细把前因后果 一一说了 谢香听得惊心动魄 却近最后 王存也冷笑地说着 哼 这次抚育真种 算是成了 只是还要经过寻仙路 步步艰难 寻仙路非同小可 就是上古时 许多天才横溢之辈 能自行凝聚真种 却在寻仙路中 白白蹉跎 能过者 时不过三 寻仙路上凶险 由此可见 王存也想到 不由苦笑 谢香听了 咬着牙黯然说道 连云道 欺人太深 又哭着说着 师兄 是我连累了你 王存也这种情况 一旦他破门 谢香就永远不得入门 不但世俗家庭受罚 就是谢成死后神魂 都要贬落久忧 这些都是各大道卖的条约 是以谢香才会说出 都是自己连累的 王存也的话语 师妹 你想多了 没你的事 王存也见谢香 这心思不由苦笑 两人黯然 本来归来是一片喜气 此时却弄得沉郁 王存也打起精神 当下细细安慰着 就在这时 王存也顿了一下又说道 看你样子身子是大好了 心里很是欢喜 又说了些话 安慰了许久才出去 出去时明月自门墙升起 青灰洒下 成静空明 顿觉月色照人 王存也就慢慢行着 看阶下种着几株梅树 正寻思着 突有声音响起 恭喜主上 凝聚真种 王存也转过身 见环朗转折处 白素素立着 他这时身穿浅绿衣裙 并非是神衣 输着小技 打量了一下 富有一笑 你的神力更是尽异了 六子口河和青竹河相连 取了这两个神位 又有着龟壳赐予的一道福禄 转化神力和香火 事先身上红光变成赤红 这就是神力尽异之下 这全是主上之词 白素素笑了笑 说着又叹道 不过 神力只要位置 却总能上去 主上全靠自己修行 却是大不易 这时天上繁星点点 月光似水 王存也想了想 叹一声 唉 这是心繁之别 有人贵心贬神 实际上不知根底 神有万千香火 有着私持神职 所凝聚的灵气 一日千里 青云之上 都不是不可能 仙道 却要一点点自己积累 相差何止十倍 白素素正正望着月光 夜风拂衣 一时间不知道心在何处 却说着 主上说的是 神道只要有神职和信仰 实是远超仙道速度 只是这一切都建立在赤峰上 尚未这一念 就可生杀与夺 而仙道却是自己修得 虽小 却是自在 王存也品味着他的话 久久一笑说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道家的卫业 实际上未必牢靠 也能剥夺 所谓心意难夺 这也是相对来说 白素素沉默了一会儿 你未必能领略 我们神灵的心思 这相对来说 在神道就是封军了 多少小神 求之不得 王存也听了 苦笑一下说 我知道 大自在就是大艰难 不过再艰难 也要走下去 说到这里 想起自己的遭遇 王存也心中 突然一阵愤懑 虽理智上明白 神灵也罢 仙人也罢 一旦结成集团 形成律令 就有着政治 利益 上下 牺牲 而上位者规定的 名律大局下面 又有着各级 以自己利益 和意志形成的 潜规则 和小集团利益 因此逍遥自在 只可能是 最高层的神灵 或者道君 但这总让 真正有之超脱的人 感觉到窒息 想到这里 王存也脸色变得苍白 眸光悠悠 白素素看一眼 王存也 刹那节 他再次了 坚定 自己想说的话 主上 你心里有事 王存也 惊醒过来 问他 想说 就说吧 白素素 望着月光 低声说着 我想杀了 平山湾河山 夺取他的神位 这一语 石破天惊 王存也 都是身子一颤 但他酒精大便 舒然间已回过神来 盯着白素素 看了一眼 白素素先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繁星满天 朦朦胧胧 月灰照着大地 两酒叹息了一声 我本是陨落的小神 蒙得主上 才得重生 本来这话 不该我对您说 但今天 我就是想说 主上 道也艰难 您却有着弱点 首先 就是您的家人 王存也听了 缓缓移动着步子 一时没有说话 白素素又说道 道也本来是清静自修 臣服升降 都是自责 但实际上 却完全不同 主上 您没有靠得住的后盾 只怕就算修到高位 除非能一人压得天地 不然 种种为鬼为狱 机械变诈 都还是层出不穷 他打住了话 宁神看着王存也说道 没有自己心思是假的 但我一直在想 能为主上做些什么 我是清竹和和珊 细微末质 帮不了您 还一直牵连着您 加上六口子和珊 也与事无补 但平山湾和珊 却是金翅 天庭神谱上 有着名号 就不能随意打杀 却能护住主上的家人亲族了 这就是我的心思 开请主上明鉴 这真是难得之言 王存也听了动容 叹道 难得你有这心思 这就可以弥补 我们之间的因果了 以后你别成我主上了 叫我兄长就可 顿了一顿又说道 只是就如你所说 平山湾和珊是金翅 神谱上有着名号 不能随意打杀 想夺取这神位很难 要从长计议 你先回去吧 这事我再思量思量 白素素闻言应着 是 那小妹随时应命 严霸身次化作一道流光 向大眼观正殿去了 平时 他都在神像中敬仰 没有大事不出 见白素素回去 王存也默默 央视天空 天地无声 白素素的话 点亮了心中的悬光 道人本身基业是根本 但只要存在着组织 哪怕小道门派 大道宗教 甚至听庭 其政治和人际 还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力量 假如自己 是某个地先家族出身 未必有这样多波折 王存也独自在庭院徘徊 心中思潮翻滚着 片刻却定了心思 王存也就在月色中脚下一点 顿时飞升而起 驾着一道微风向着山下而去 转眼之间就跨过了百丈 幽夜茫茫 山谷苍苍 月色如水 凭空雨风 绝云气 赴青天 这种感觉真是非常畅快 不仅仅这样 更具备着超越凡事官府的力量 夜晚幽暗 静密飞长 旗下河流 昼夜不惜流淌而过 王存也在半空掠过 默默俯瞰着大地 御风飞腾速度很快 不过片刻就下了云崖山 一路朝着县城而去 半个时辰就跨过了五十里 抵达了县城 掠过城墙 按记忆中地形 向着云崖县的县衙而去 云崖县县县衙灯火已经暗淡 偶有几个仆人在忙碌着 外面有着公差巡查 但这对空中来客丝毫没有作用 落下了台阶 一阵夜风掠过 王存也就停住了身 只见月光下远一点的是香发 都薄薄镀上一层明光 见得一处灯火明亮 就行了过去 夜中深沉 诸人都是安睡 王存也又直接在内院 却无人发觉 到了这屋前 还可以听见里面翻阅着文件的声音 王存也一笑 手掌推门 发掘里面插着 手就用上按键 震破了推门而入 伴随推门嘎吱声 范世荣批完一个公文 笑骂着说道 范四 你又饶我青梦 说不出个所以 要你重重地打屁股 王存也文言一笑 见得这是一件不知清雅的书法 窗上有着名贵的蝉翼纱 放着一片片书架 架上书籍很满 岸上摆着燕纸笔 范世荣背着自己 坐着继续批示着公文 岸上有个银台 闪刻有两根蜡烛 却只点了一面 当下手一弹 刹那之间 别的两根蜡烛 顿时亮起 书房内明光照亮 如同白昼 范世荣一惊 就回声望去 顿时目瞪口呆 范公子 就几个月不见 不识我了 王存也笑着 不过 你看上去气色 又好了不少 范世荣这时 却逐渐平静下来 起身微笑地说着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多感谢公文能够提神 王兄请坐 本想到道工给王兄道贺 不想现在就看见了 真令人喜不自胜啊 说着就要吩咐 却见王存也摆了摆手 说道 不必喊人了 这次我真的有事和你商议 要慢慢戏谈 范世荣仔细打量 却见到王存也这种表情 顿时说着 请 我这里还有一碟花生 和一壶酒 我们啄酒夜谈 王存也见这人这种神态 感慨不已 当下坐下 就见着范世荣 真意被递给王存也 就接了 一口饮了 顿觉一股暖流 直冲单铁 不禁站着 好酒 范世荣笑着 唉 的确是好酒啊 我就喜欢喝一口 就着花生更好 王存也就用手 捏了一粒花生吃了 的确焦香脆崩 满口浓香 也给范世荣枕一杯 范世荣瞄了一眼 端起王存也倒的酒饮了 又倒一杯给王存也 王存也这次不一口饮了 这时道中以宁 神通渐渐生出 宁神看上去 只见这人 士气萦绕 又带了一丝紫气 隐隐有着一条白蛇盘旋 心中暗暗惊讶 这人大忌将成了 王存也就笑着 刚才过来 见过范公子深夜 还在批阅公文 真是勤勉了 范世荣说着 我这是沾了家世的光 才当得县令 不比那些 基年的老力 不勤快点的话 就会给他们糊弄去 再说了 为官一方 总要做点事 才能够对得起 这个位置不是 王存也听了 连连点头 赞着 有着心思 就是这一线之福了 范世荣 正了一下笑着 不想王兄 也会赞许人啊 可惜这湖中酒不多了 我去喊着去些酒 王存也摆了摆手 端荣说着 我们说正事 别让外人听了 王兄这次来 正事难道是为了 我的身家性命 范世荣这时 坦然自若一笑 还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王存也见此一笑 范兄不要这样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我向范兄道歉就是 我这次来 却真是有事 范世荣见此 双手暗息端坐 还请王兄明示 王存也盯着此子 微笑地说着 上次我们合作 又与姬远 把魏侯灭了 范家因此尚未 根基出力 但是现在看来 却还是名不正 言不顺 水患已去 波动平息 不少人就念着 魏侯的好处 人心还是不稳呢 这是其一 其次就是大公子 在府城收边人手 处处协助知府大人 微信渐渐增高 又是敌长子 在你范府名正言顺 长期对你不利 你说是也不是 范世荣文言脸色一沉 这话说到心坎上 在军内各势力中 虽范府已上位 但还是根基浅薄 能上位全靠运气 要除各方面影响和根基 远远不能和魏侯相提并论 这是数百年积累 不是范府一朝一夕 能弥补上 其三呢 范世荣这时 欠了千身问着 说到这事 却半点畏惧害怕都没有了 全身带着某种 从容镇静的味道 让王存也心里暗赞 第三点就是神灵了 要是以前道法不显 神灵不胜 那也罢了 但是现在 神灵方面却是大问题 无论夜侯 魏侯 魏侯 都有一位或数位正神 为依托 但现在范府没有 却很难镇压住气运 范世荣目光一跳 盯着王存也 没有说话 心中却是一尘 国之大事 在四语容 范府有祖灵 不过祖灵只是家神 连赤士都算不上 就算现在由于范家上尉 水涨船高 又怎能摆上台面 王兄深夜前来 必有交于我 还请名言吧 范世荣 沉吟良久 起身一拱手 语气恳切地说着 我现在是八品之士 你也知道 一旦进入鬼间 却再也不得随意干涉事事 王存也说着 就现在对面范世荣身子一动 同人一闪 就知道这话大见功效 这不是王存也个人信用 却是整个盗门背书 就接着冷冷说着 不过这还有一段时间 我也要为我自己家人考虑 我有一个计划 却是富贵险中求 不知你可敢为之 范世荣听了一惊 豁着站起身来 在地上踱步 又转头冷笑 你且说来让我听听 王存也闻言蜜言 我现在宁了道中 又长秘法 手握上股法器七灵界 只要策划得当 就算是斩插一方正神 都未必不能办到 这需要理由 范世荣细细思量 这话中意味 突然大惊 手指哆嗦 你 你想要施和伯 你疯了 王存也一正 才醒悟过来 苦笑一下 我还没有这样大胆 我说的是平山湾和神 他是金翅正神 要能杀之夺取神位 我庙里祭祀的水神娘娘 就可接任 见着范世荣目光闪烁 不由冷冷一笑 这事儿除了我 怕是没有谁这样大胆 他成了平山湾正神 就可护有于你 支持你当家主 甚至可以离庭扫学 一鼓荡剑 支持范家正卫位后 范世荣文言 不由身躯一阵 只是震惊过后 却还是沉吟不语 这事儿太大了 却不能简单硬下 王存也文言见词 长山而起 这些明光亮起 一轮明月 在身后隐隐浮现 这正是真种道下 范世荣被这月光一照 就是一惊 暗自皆呀 只觉得自己十年图谋 梦魂萦绕的 魏侯大魏 结成粪土 令人消尽意气 不过转眼之间 又醒悟过来 定了定神 避开这光色 王存也超拔凡人 道公传言虽细了 但终究不如亲见来的震撼 良久 范世荣才问着 你要我怎么做 王存也见了 一笑 语调平缓 我不会故弄玄虚 你也别猜疑 你只需在云雅县中 见几座白素素的庙宇 这样的话 平山湾河神自会猜忌 或许会召见于你 可人神意图 你不理就可 不过这样 此人颜面何存 他速来横直 定会出面前来 喝止 甚至侵犯 这就触犯了天律 我就有理由 斩杀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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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热文明